最近天气的情形不稳定啊 很多人可能感冒啊咳嗽啊 跟我一样这样咳咳咳的 但是要特别的小心 一定要去找合格的医生 吃合格的药 新竹呢就有一位六十几岁的老先生呢 他呢是每一次一不舒服 他就灌个感冒糖浆 还说哎灌下去啊很舒服啊 一下子就好了 是不是灌上瘾了 曾经一天最高纪录了 灌上六罐的感冒糖浆好了 长期饮用过量真的出状况了 让他差一点爆肝 进了加护病房 医生提醒这种感冒糖浆里面 有这个所谓的震热 这个解热震痛的成分呢 饮用过量了小心玩命 虚弱的躺在病床上好没元气 这位老农夫差点丢了小命 原因是因为他竟然把感冒糖浆当水喝 而且一天要喝好几罐 现在没吃得好吗 真的 现在没吃了 你刚才没吃得好吗 现在 现在没吃得好吗 现在 现在没吃得好 那等于要吃得好吗 真的 对 这次吃得好 老农夫说每次喝感冒糖浆 让他全身通体舒畅 甚至喝不够 还推小推车到西药房补货 医生得知老农夫的状况 也摇摇头觉得太夸张 只说这样的饮用方式太危险 因为一瓶60cc的感冒糖浆 就有900毫克的乙烯安分 正确的饮用方式 每天喝10cc 一天三次 但老农夫一天六瓶 真的喝太多了 把感冒糖浆当水割 也让老农夫肝功能指数破迁 还引起黄胆跟肾功能指数偏高 被送进加护病房 感冒糖浆里面含有止痛药 所谓我们所谓的普拿疼 还有所谓的甲金脉黄素 还有Kotein 这些东西有止痛 还有那个正痛的解脱效果 作用不错 但是它有缺点 也会伤肝 然后也会有成瘾性 医生提醒感冒糖浆 绝对不是万灵丹 一定要依照医师说明引用 因为向这位老农夫感冒糖浆喝过量 小病没医好 却先让肝胺生病了 专讯和莫亲少将新竹采谋到